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点数机 然后呢这个是打印机 它门之间是通过这根线来连接的 这里是一条线连接这个点数机之后 它门中间在这里进行连接 另一头的话 另一头它是连到这个提器的后面 这个打印机的后面这里连到插口 然后还有一条线是连接扫描枪的 我们就先演示一下这个打印机 可以看一下 连接好之后就直接按打印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按一下它就会打印一个条码出来 看一下它就打印了 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条码的话 就是一些条形码上面有一些信息 那信息的话就点了多少个啊 这些信息 我现在这个是因为那个碳带 有点模糊了 所以打出来有点模糊 正常的话 因为这个信息的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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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打印出来就很清晰了 有两行条码 第一行是扫描进去的 第二行就是这个感应机点的个数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